小朋友大快朵頤 享受美味的火鍋料理 为了欢迎极美国小弦乐团 涌夺新北第一 全国第五的佳鸡 新北师员王维源 特别与三重区一家 知名火锅业者 合办庆功宴 宴请这群优秀的孩子 以及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家长们 极美国小的这个弦乐团 非常的优秀 我们这一次参加的比赛 拿到了新北第一 全国第五的佳鸡 那所以呢 我这个长期关心 我们的小朋友 觉得小朋友就是应该多鼓励 所以我就特别呢 帮他们办了一个庆功宴 来到我们三重 最知名的火锅店 千叶火锅 请小朋友来吃火锅 为了感谢议员和火锅店老板的鼓励 极美国小弦乐团 特别把乐器带来 在餐厅内演奏两首 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 让火锅店的气氛 瞬间升级成音乐餐厅 这一群孩子他们虽然都不是科班出身 他们一周就是有一天的练习 有分布团列练习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 甚至可以出国交流 在这次全国赛可以有这么好的成绩 我们都是很谢谢所有的家长 也谢谢我们的会长 谢谢我们的议员 长期来的支持 黄卫元长期关注学生活动 树有超人爸爸的美誉 他认为孩子的成长过程 得志体群美样样都很重要 而有音乐的素养 更是男人可贵 希望这群小英雄 再接再厉 继续为三重争光 记者沦洪采访报导